都说大一哥这边 大年初一的时候 人气爆棚 人山人海 然后呢 我在这边逛了一下 那边是停车场 确实有车 停了大概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辆车 然后呢 这个小公园这边没有什么人 这边呢 是他们那个广场上的一些商家 有打气球的 还有那些是什么 什么玩什么的都有 现在的时间呢 是上午的十一点多 也正是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 但是没有看到什么人 只是看到的商家多 当然了 他们那个大一哥 也是出来转了一圈 但是目前没有看到什么人 有可能是说 这个过年的时间 是越来越远了 然后年味慢慢的越来越淡了 所以人就比较少了 现在呢 我们前面看到的 就是那个小公园 还有呢 这个是凉亭 凉亭这边也有停车场 它停车场 有好几个地方 但是停的车并不是很多 从这边走到这个 前面那条马路上面呢 就也可能看 可以看到 它家门口的一种场景 我们去看看 我的车啊 就停在那边呢 停的老远 然后那边呢 也是没有看到什么停车的现象 看看这边 走一走 逛一逛 有的时候 我们现实当中看到的 和网上看到的情况 可能不一样 第一个呢 它是时间点不一样 是吧 第二个呢 它有可能其他的原因影响 但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呢 那就是我所看到的一种景象 是确实是真实的 那 我们再往前走一走 看到它家门口的 看看它家门口 然后我们就 全部都知道了 了解了 看这边就是它那个主街道 前面就是它们家门口 没有看到什么人 但是也有 看看 是吧 这边就是它们村长的街道 看上去呢 就是 车流量 也有 停了很多车 但是人不多 看这边是小公园 小公园也没有什么人 然后以前呢 那个人多的时候 这路边上 全部都是吃 目前是看不到的 是吧 朋友们 对于这种现象 大家怎么看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 打下你们的看法吧 那这个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